今天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据外媒报道 台匿名官员称 台湾已由非正式渠道向美国提出军购要求清单 总金额达到150亿美元 学者认为 此举是赖当局向美表态 台湾认同保护费原则 脑内民众纷纷表示没有必要买 没有什么意义 对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作出评论 民进党当局甘当冤大头和美国的提款机 不够名义反对拿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 向美国交保护费 得到的不会是保护 只会是进一步的压仗与利用 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 任何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岛内民众对此看得很清楚 民进党当局如果执迷不悟 最终只能是玩火自焚 自取灭亡